瑞宝与辉宝同时爬到妈妈树上收宋爷爷 便爬边叫 告诉宋爷爷啥都好商量 昨天辉宝又在妈妈树上不肯下来 宋爷爷使出了浑身解数都收不了他 最后只能无奈离场 特别是他发现宋爷爷回去后 感觉胜利式的仰起头在笑 这让人看了 真是无奈又好笑 于是宋爷爷今天灵机一动 快到家餐的时候 他自己爬了上去 并向俩小智表示 他不下来了 他这是走他们的路 让他们无路可走 自身的习惯被宋爷爷扰乱了 这可不行 于是俩小智开始在研究对策 他们商议完 于是有了非常有趣的一幕 只见瑞宝从斜坡那里上 辉宝从妈妈树这里直接上 俩路线一起来 他们要收宋爷爷 这俩小智也真的太聪明了 而且他们还是真的在商量后 英雄一边上 熊猫可能真的有他们的语言 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 但意思却非常明显 辉宝率先爬到了宋爷爷脚下 只见他一只手扒拉宋爷爷的脚 一只手往下指 那神情简直绝了 宋爷爷也耍赖了 他们不去吃饭 他也不下 斜坡那边辉宝挡住了 瑞宝就来到树下吃瓜 辉宝使劲在劝说 但是都没用 辉宝转过身 看了一眼瑞宝 好像在说 摊上这爷爷 没办法呀 要不今天就认个书 得到瑞宝肯定的回答后 瑞宝再次仰起头 跟宋爷爷谈好条件 他们过去 但是你要下来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瑞宝率先往前走 瑞宝也爬下了树 往那边家餐平台走去 这场走你的路 让你无路可走 宋三岁获胜 等到他们都下了树后 宋爷爷给他们俩喝了奶 然后把嫩笋的壳包了 让他们学着吃 又是有趣而美好的一天